康熙十四岁时就开始在朝廷上亲政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手里就能够掌握整个朝廷的大局势权 顺治帝当年为了年幼的康熙亲自任命了四位德力大臣去辅佐他 不过一系列原因 最后只剩下了敖拜一家势力独大 此后敖拜的野心日益膨胀 不仅结党营私 打击一己 收受贿赂 甚至还不把皇帝放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康熙依然决定要处死他 于是敖拜当着康熙的面 撕开了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许多伤疤 康熙看着敖拜身上的累累伤痕 心中也颇有感触 敖拜是一个权臣 但绝对不是一个奸臣 他善权 但没有篡权 于是康熙念在他为两代皇帝所建立的功绩上 决定免他一死 改为终身监禁 可惜的是 两个月后 失事的敖拜 自己病死在雨中 这就是著名的康熙秦敖拜的故事 康熙分了一搏 终于拼出了自己的权威 也让敖拜锅铛入狱 树倒狐尊散 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大臣 争先恐惑的向康熙效忠 敖拜自身年久 屡历战功 且无窜世之计 所以对他宽大处理 免死禁锢 这样的结局 比起西汉霍光这样的权臣算是好的